从鬼灭之刃漫画最后一画的内容来看 作者很明显是要营造一种大团圆的景象 不过如果让阿伟来评价这个结局 那阿伟只能说他表面上是大团圆结局 但实际烂尾很严重 为什么说鬼灭之刃的大结局烂尾呢 主要有下面这四方面 很多伏笔都没有停登 虽然鬼灭之刃已能完结 但其实作品中有好几个通道之后一画都没有点上 比如炭治郎和你豆子兄妹 为什么能够克服阳光这件事 究竟是他们的血脉影响还是其他的原因 作者都完结都没明确说明 还有 一豆子他的能力 具体是什么作品中也没交代 都是草草了之 另外就是关于青色彼岸花这个伏笔了 在剧情中青色彼岸花是无惨找了几百年的东西 可以说是贯穿整部作品的案件 而在最后一画中 作者只是简单的说 青色彼岸花只会在一年 有几天的白天开花 因为无惨是鬼惧怕阳光 所以没办法找到白天开花的青色彼岸花 这个设定表面上看起来很小妙 但如果你仔细想一下 就会发现这个设定很不合理 首先 无惨不是傻子 他不光武力强 智商也很高 光大脑就有五个 就算一个脑子只有五十智商 想起来智商也有二百五十了 这都没想到青色彼岸 二有可能在白天出现 其次 无惨有时候会变成人类去人类世界 因此他肯定也有错正常的人类 找青色彼岸花 无惨惧怕白天 但是正常人类并不去怕白天 因此无惨因为青色彼岸花白天开花 而找不到他的设定 根本站不住脚 炭治郎居然结婚生子 在鬼灭之刃的最终一画中 炭治郎和香难呼的后代 登场了 是一对兄弟 哥哥长得像香难呼 弟弟长得像炭治郎 而对于炭治郎有后代的这个设定 阿维觉得也有问题 在剧情中炭治郎是看起了班文的人 而看了班文的人 都活不过二十五岁 这也是风度和水柱 在最后一画中 会用转世的方式登场的原因 而炭治郎明知道 自己活不过二十五岁 居然还生下了后代 真就丧老师育儿 很明显 这样的行为不太符合 炭治郎温柔的性格 当然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炭治郎 没有受到班文影响 他活过了二十五岁 不过即便是这样 作品中也没有描述炭治郎 不可能不受班文影响的原因 因此 阿维觉得炭治郎有后代这件事 有点不太严谨 作者应该交代清楚一点 转世和后代的设定 看过于详情大繁原 在最后一画中 除了炭治郎 一豆子哽人的后代之外 曾经的九族也都出现了 其中除了阴住有后代传承之外 其他八位处都是用转世的方式登场的 然而这个转世的设定给人一种 详情大繁原的感觉 前面的巨型各种虐注 让住各种死 然后最后一画直接来了一个转世 之前的牺牲全部消失 这个操作看起来有点优质 作品干脆改名叫 一个都不能少好了 你豆子何善意的CP 最后就是你豆子何善意的这个CP了 在最终画中 他们的后代也登场了 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结婚生子了 对于这个CP网上还是有不少人有一见的 因为这两人的互动并不多 剧情中更多的是 善意单方面的迷恋你豆子 至于你豆子对善意的感情 剧情中不是没有太多的了解 这里小编并不是说 你豆子不该和善意在一起 只是作者多安排一些两人的互动 这样他们的CP看起来才不会那么出雾 综上所述 阿维觉得毁灭之愿 在这个大结局 昨天为了强行大还原而让给了感觉 而且烂得还很彻底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完结得太快了 很多细节都没办法 在这么短的剧情完美地诠释出来 这真的太可惜了 欢迎各位留言让我知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